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形勢 話說世衛組織昨晚公佈了 由專家小組所撰寫的病毒溯源報告 在這份報告中 專家認為 病毒很有可能是由蝙蝠 經過其他動物再感染給人類 而他們認為 病毒來自實驗室這個說法 可能性是極低的 但是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在簡報會上忽然反水 罕有地批評 中國未有提供到足夠的數據 甚至乎他還跟專家小組唱反調 說要進一步研究實驗室來源論 可以說是令人相當驚奇 與此同時 以美國為首的十四個西方國家 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對於世衛組織這份病毒溯源報告 表達了嚴重的關切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請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譚德塞如何來一反常態 在昨天的簡報會上 譚德塞揭露 說專家小組去到中國進行調查的時候 在取得原始數據上遇上了困難 他就期望 未來 跟中國合作調查的時候 可以獲得更加合適 和全面的數據 他這番說話 其實已經是暗淨批評中國 雖然他沒有用上一些嚴厲的言辭 但是從智女行間已經反映到 譚德塞和以往那種積極為中國 保駕護航的表達方式 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他要繼續偏袒中國 就不會說中國 說他的數據 是不合時 以及是不全面的 另外他又同意專家小組所說 未來應該繼續調查武漢野味市場 但是 又認為專家小組對於實驗室洩露的評估是不全面的 他就說需要有更多的調查 已經準備好 邀請更多的專家做進一步行動 模擬就是把原有的 專家小組所撰寫的報告凌駕了 因為人家都說已經是查了 你又或者邀請更多專家來查 擺明就是不相信這個專家小組的結論 其實這個專家小組 不是純粹是世衛組織裏面 自己的人都做了 而是跟中國的一個合作 這個小組是中國和世衛組織共同負責的 在過去好一段時間 世衛組織經常被中國利用作為大外宣的工具 但是昨天譚德塞 在簡報會上所說的一番言論 就等同於為新華社的一篇國際時評 打念 那篇社評就這樣說 世衛組織昨天發布了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報告 這份報告 是中國和世衛組織的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聯合專家組 所達成的科學共識 是病毒溯源研究的重要階段性成果 亦為溯源全球合作 開了一個好頭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大陸很重視這份什麼病毒溯源報告 還打算是拿來做大外宣或者大內宣 但是好壞不壞 譚德塞在發布會上 就已經對這份病毒溯源報告提出了多少質疑 一例他就是不給大陸面面 因為這份報告大陸也是有份的 二例 他根本上就是對於這份報告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你作為這個組織的最高領導人 你作為總幹事 原來對於這份報告都是產生疑問的時候 市民 作為一般的民眾 又怎能夠全盤相信這份報告呢 所以譚德塞的取態 不是說沒有意義的 而在三天之前 布林肯才曾經說過 說拜登政府 不會就著病毒的議題 去懲罰中國 但是似乎在這份 世衛組織的報告出台之後 他就被迫要強硬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國內就備受了很大的壓力 甚至乎 連那些左媒 例如是CNN和華盛頓郵報 對於他本人來說 都是群起而攻之 對他作出了很大力度的炮轟 在兩天前 布林肯就接受了CNN一個時事節目的訪問 他在節目當中就提到 要迫使中國的訊息更加透明 避免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主持馬上就去質問他 到底你是不是在說 這次這件事就此算數 不去懲罰中國 布林肯就開始含糊其池 他就推堂 叫大家看看世衛組織的那份報告 好了 最後這份報告出來了 華盛頓郵報很快就有一篇評論登了 那篇評論就認為 這份病毒溯源報告 存在著很嚴重的問題 而真正的調查還沒開始 就可以看到 就著這個病毒溯源問題 似乎那些左媒就不是站在拜登或者布林肯那邊 反過來還想夾緊布林肯 使他更加強硬 除了那些左媒不斷發功以外 蓬佩奧昨天在Twitter又這樣寫 他說世衛組織那份報告 就是中共和世衛組織合在一起的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Disinformation 即是虛假訊息 即是他認為這份報告所寫的東西是流的 蓬佩奧還說 這個就是為什麼 他一直都倡議 美國要和世衛組織 劃清界線的原因 他又批評 譚德塞在病毒傳染的最關鍵時刻 隱瞞人傳人的事實 而他還提到 說武漢病毒研究所 一直都是最有可能的病毒來源 所以 無論是媒體也好 政界也好 對於布林肯 就著這個病毒溯源的議題 都作出了很大力的施壓 好了 總之來說 白宮的態度 就開始強硬起來了 無論他有多心不甘情不願 他也要被迫回應國內的聲音 尤其是 連撐開他那幫左媒都開始發功了 我們一起去看看 到底白宮發言人普薩基是怎麼說 他就說世衛組織的這份專家報告 是缺少了關鍵的數據和訪問權限 所以 只能夠呈現部分 而且是不完整的事實 他就說美國認為 這個調查過程應該要有第二階段 到時候就要由國際和獨立的專家來領導 而且這幫人應該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訪問一些數據 能夠向現場的人提出問題 這個是世衛組織可以採取的步驟 當然這些都是只說的 其實說到最後就是 究竟現在這一份報告可不可信 因為你說要求去查一查物 第一時間這麼久還查到多少東西都成問題 第二 大陸九成九就不會開放給你這幫獨立專家去查 就算現在說去查 就不是由世衛組織單純自己領導 而是跟中國方面共同領導的 這個專家小組 所以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這些說話 都是只有講字 因為實際操作來講的可行性是極低的 然後有記者就問普薩基 你怎麼看這份世衛組織的報告 可能是掩蓋了病毒從實驗室走出來的可能性 這個是不是白宮所關心的問題 這個普薩基就是顧左右而言他 就不敢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他只是說 世衛組織的報告 是不能夠使得 大眾對於病毒的來源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實他就是迴避了記者的問題 因為記者問他 這個議題是不是白宮關心的問題 他也沒有回答 你只是一句關心就關心 不關心就不關心 當然拜登的立場就很清楚 就是不想就著這個議題去討論大陸 布林肯也是幫他傳了話 但是 來到這個時刻 到底他這個基本立場有沒有改變呢? 我們又可以看看 美國國務院和 另外13個國家發了一篇共同聲明 這篇聲明就是針對著 世衛組織所公佈的那份所謂病毒起源報告 他們沒有採取一些很強硬的言辭 純粹提出了一個共同的關切 他們關切什麼呢? 就是關切國際專家研究 被嚴重推遲 而且是缺乏了獲取完整和初始數據 以及樣本的准入途徑 表達關切 所以 這一份這樣的聯合聲明 某程度上來說 就是質疑 世衛組織那份報告的可信性 因為他說明 這班所謂的專家 是拿不齊了 拿不足了 你拿不足了就已經寫了一份報告出來 這份報告的可信程度也有限 這份14國聲明是有哪些國家來簽署的 除了美國之外 還有英國、澳洲、加拿大、捷克、丹麥、日本、韓國、挪威、斯洛文尼亞等等的國家 全部都是西方民主國家 變成是輸打贏要 因為 別人發表這份報告結論的時候 你又不出聲 又不看 得到你有需要的時候 然後又抄出來說 到時候 那個說服力是會 我相信這14個國家 發表聯合聲明 表達出共同的關切 無非就是不想全盤接受了世衛組織 現在公佈的這份 病毒溯源報告的結論 一旦他們不出聲的時候 將來他們就喪失了任何追討的權利 當然現在就沒有一個國家 好像是效法特朗普總統當時 又說要追責撒培 諸如此類 但是如果他們不發這份聲明 不去對於世衛組織那份報告提出任何質疑的時候 如果他們隔了一段時間才又拿出來說 就變成這些國家自己不著了 所以他們馬上就發了一份聯合聲明 當然有部分的國家其實是沒有參與的 比如說法國 德國 意大利等等的 歐洲國家就沒有份的 但是有14個國家提出共同關切 其實就已經叫做頂住先的了 起碼說就告訴全世界 至少這14個國家 是不會全面認同世衛組織那份報告 將來他們採取什麼行動暫時就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是保留了往後追討的權利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